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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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大願望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王傑 今次我留意到 巡演的主題是叫 《王者2》 為什麼會延用 《王者》這個名詞呢 其實我個人呢 做事有點像德國人 很喜歡精細的東西 不喜歡改太多 人家是來看演唱會 不是來看你的名字 大家都是買票來聽歌 盡量聽到好的音響 好的樂隊 好的表演者 整個氣氛被人覺得很感動 不需要長長都搞不同名字 我覺得這樣有點累 你剛才也說 你是一個做事很精細的人 聽說這次演唱會 音響方面的細節 都是你親力親為的 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自己去設計的 唯獨今次 因為很多歌迷 他們很想說 阿傑哥 你可不可以 好像2001年一樣 在香港 舞台上表演 表演電單車 飛車的特技 基本上我答應了他們 有些事情 始終十年前四十歲 和現在的五十歲 就差別很大的 我都要明白 我自己現在 即是說 可以去到什麼程度 還可以做到什麼動作 要量力而為 我絕對不可以 不自力量 做不到的事情 硬去做 又不行 會危險 你剛才也有說到 以前的王傑 是一個很豁得出去 什麼都這樣做的人 那是由什麼時候 或者具體 哪一件事 令到你開始意識到 有危險 我要量力而為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的人 是會比較怕死的 你這件事是沒有辦法的 不是說真的怕死 而是 我會考慮很多問題 如果我在台上高 我自己 即是大吉利是 我搭傷了 我搭死了 都好 是我自己的問題 但是如果萬一 我不小心 整架電單車 飛了下台 而撞上觀眾台 那會有什麼後果 這就是一個問題 在這裏 很多人聽到王傑的演唱會 第一反應 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經典歌 但是這麼多經典歌 一年一年唱下來 可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 那怎樣保持那種感情的投入呢 其實因為沒有的 我自己本身 我每一首歌 都很多 即是它背後有很多故事在裡面 其實我每一次唱歌的時候 唱到這些經典的老歌 其實我都是想回以前的故事 一想回去就有很多感傷 很多回憶 痛苦的回憶 又很快樂的回憶 會在我當時唱的時候 會浮現出來 但其實我經常都有一種心態 就是我來這裏 只不過我在台上 他是一個表演者 我只不過是表達著 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 他們的遭遇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我每次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一開口唱歌 一開口說話 下面的歌迷 不管你是男仔 即是我們俗稱馬甩佬也好 小妹仔也好 開始哭了 其實並不是我令到他們感動 而是我表達的東西出來 是他們看到他們自己的遭遇 他們感動了 其實這幾年很多香港很資深的歌手 頻繁來廣東開演唱會 票房好賣之餘 但都會聽到一種聲音 是否大家在這裏吃老本呢 為了賺多些錢呢 你會怎樣看這種看法呢 我反而覺得現在應該是時候 要給多些機會 年輕的子女 例如鄧紫棋 那些真的唱得好 那個人 起碼 沒有娛樂圈中那種 那麼多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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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好事來的 希望 他們可以開多些 所以 我覺得 歌手就是這樣 不是說吃不吃老本的問題 而是 你如果真的有那麼多人接受你 是希望你在這裏的 你自然會在這裏 不希望你在這裏 你很快就會被人淘汰了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來的 那我印象中 你上一次在香港開場 好像是2009的《I am back》 是吧 但是這幾年 好像都沒有再回去那裏 開演唱會 那是不是可能要放棄了 香港這個市場 我都沒有想過回去的 香港這個地方 這個市場 根本就不值得我去做太多事 雖然我還有很多歌迷在那裏 但我都沒有辦法 他們只可以來深圳 或者來廣東山 或者北京 聽我的演唱會 或者去美國 新加坡 一個不值得提的 一個社會環境的地方 所以 我說的是娛樂圈 所以我沒有想過要回去 那種烏煙瘴氣 真是 我寧願在這裏開開心心 那你又怎樣看 現在香港歌手 又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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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離開香港這個市場 我只是覺得 你既然不喜歡別人 你就不要來 不要這裡賺完錢 那裏 背後罵人家 幫人起這麼多花名 如果你真的想來 我希望你們是開開心心、真心 說不好聽 其實香港這個社會環境 在娛樂圈來說 根本沒有錢賺 所以現在大家都開始轉態 回來這裡做事 所以有時候說一句諷刺 你今時今日 如果沒有我們這邊 香港邊緣藝人要靠什麼賺錢呢 真是餓死的 所以我覺得那種狂妄 那種不羈 那種自以為是 亦都是意思自卑感而產生的自大狂 要藏起來 你要來別人這裡 我們了解別人的文化 接著融入別人的文化 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最強 這件事是最要不得的 還有我希望真的來了 是真心付出去對待這邊的觀眾和歌迷 不要只是想著 你剛才所說的 找老闆 希望不要這樣 我亦都有在報道上見到 就是2015年你會推出你的最後一張專輯 那現在的進展是如何 其實已經做好了 我已經說過了 不能說 就是我免得有些人做小動作 所以等到時機成熟了之後 我就會整隻 是很突然間說出就出的 不會被一些 所謂的 以為自己的恐怖分子 黑社會分子可以阻止到 我真的沒怕過 所以 其實你也有說過 可能適當的時候 你都會激流勇退 你有沒有想過 自己理想中的一個退休生活是怎樣 我退休生活很簡單 有一塊地 是建一間自己喜歡的屋 其實我已經在做這件事 至於在哪裏 在哪個國家 我是不需要說 也不會說 這是我的秘密 但是我建好之後 我不會住那裏 我會將我所有 一生人的記錄 和回憶 全部擠在那裏 是留給其他人的子孫 我希望自己駕駛的電單車 到處去旅遊 這是我自己最大的一個理想 你也有在微博上說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歌手 去唱你未唱完的歌 那現在 密識到一個合適的人選沒有 沒有 因為 其實我個人要求很高 我要求的歌手是 人品要好 修養要好 還有 絕對不會將自己當是明星 或巨星 你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其實它才是真真正正的巨星 它只會做到這件事 而且不是為錢 而是為理想 這個 我其實找過很多個 但真的很難 很難很難很難 很多歌 寫了 放在這裏 我覺得很好 但因為我沒有唱 也沒有拿去做 做音樂 所以我覺得 我很害怕它很可惜 如果有一天 不做 這些歌 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不要 是可惜 其實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可能到了那天 我就丟上網 哪個歌手想唱 就拿去唱 沒有所謂 真的 我剛才在外面 跟粉絲聊天 我看到90後的小妹 粉絲 我突然問 你們喜歡黃潔什麼呢 她說 我喜歡整個人生歷程 夠全奇 你覺得自己的整個人生道路 算不算是全奇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我雖然今年才51 但我的遭遇和經歷過的事情 其實是多過一個80歲以上的 很多人生不可思議的事情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以及一些很奇怪 很靈異的事情 都遇過了 所以令到我一生人 其實在我生命裡的字典 是很豐富的 所以我對很多東西的看法 是真的很厲害的 雖然好像大家比喻 我一隻鷹 我真的好像一隻鷹眼一樣 就算很遠很遠 我都可以看到那顆點是什麼 所以 對我來說 也有痛苦的地方 有時候你看得太準 在心裡 某一方面來說 其實是一種痛苦 你會很失望 你覺得現在的心境 依然好像當初這樣 憤青 還是變得平和了很多 其實我從來都不是憤青 我一直從小到大 其實我都是一個 說真的我是一個很斯文的人 只不過我的性格是 我不會跟別人吵 因為在我眼裡 不可以說我是高鬥 我對於那種人 即是一種不可理喻的人 我根本就看不起這些人 或者好像香港樂壇裡面 很多藝人喜歡搞三搞四 在你面前是聖人 在你背後有一個賤人 我對這些人我是看不起的 但看不起不代表我會和他發怒 我不會的 我根本看都不會看 看都不會看他一眼 現在 年紀大了一點了 開始成熟 真是看開了 其實老實講 因為在娛樂圈來說 你真是算是一個非常非常直的人 那有沒有試過說過什麼之後 你是會覺得曾經有後悔 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一些不應該說的 如果我當年王傑是一個很虛偽的人 很圓滑的人 我今天可能有很多戲拍 可能有很多事情做 可能輪不到你的幾位 這是真心說話 我夠狂妄地說這句話 大家心知肚明 但我不是這樣的人 你明白嗎 如果我要做我可以這樣做 我當然不會不像 我從三歲做同聲到現在 我怎會不像娛樂圈 我怎會不像現實最好 虛偽是最好的 原話是最好的 起碼的錢下我的袋子 下了才說 我需要這樣嗎 不需要 因為我知道一個道理 做人都是真 因為只有真這件事 是你們不敢跟我爭 有本事就大家站出來對真 我這邊也分享一下 因為上次東莞那場發佈會 我也有去 當時你也分享了很多事情 我回到去寫完篇稿之後 我們那邊的網友 有超過千幾條評論 但基本上全部都是正面的 這個在網絡世界來說 其實是非常罕見的一個現象 前幾天我見到你在 騰訊微博上 你也有分享到 說你是一不喜歡喝酒 二不喜歡賭錢 三不喜歡追求女 第四就是從來沒有吸過毒 其實去到現在為止 其實你都會比較在意 外界對你的一個評論 我不在意的 因為我已經說過 以前很多歌迷罵我 他說 你簡直是一塊 淋滴滴的臨恥 沒有用 被人這樣挖你 毀綁你 傷你 明如你都不反駁 我爸爸也是這樣罵我 我老爸哭了十幾年 我兒子和女兒 就是這些問題不理我 到今時今日 因為他們真的以為我是這樣 但其實不是 但我沒有後悔過 因為我覺得做人應該要這樣 起碼我講一句真心說話 你不要理我王傑 我不是某些藝人 那麼虛偽、那麼圓滑 說不好聽你得到些甚麼 比你今天是神 你今天是王 So what? 我們英文說的說話 I'm still here 所以我不會覺得後悔 我反而會覺得很驕傲 起碼我行路有風 說話有氣 我對得起自己 沒有人敢跟我當面對質 這幾年以來 面對採訪 你都很正面地回應 算不算是對你親人的一種 隔空的補償或是解釋 你說對了 被你看穿了這件事 其實我今時今日會這樣說話 我是想我兒女知道 我想我爸爸知道 我想我媽媽知道 我想我姐姐、我妹妹、我弟弟知道 我想我的表弟、表妹知道 他哥哥不是這樣的人 他弟弟不是這樣的人 他兒子不是這樣的人 因為他們好像突然間 十幾年來這樣毀磅 每個都看見我好像看見鬼一樣 是害怕的 甚至乎他們在外面 根本都不好意思提 我哥哥、我兒子、我弟弟是王傑 會害怕 他們覺得很尷尬 他們都會覺得 為何我不反擊 我不是不反擊 你爸爸我現在正在反擊 你讀不死我的聲音 我現在回來了 我回來了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報仇 我希望告訴我的親人 報仇 不是一定要拿刀 或者拿個棍去打人 亦不一定要在電視上 或者透過這些媒體 去指名道姓是哪一個 而令到他名譽破壞 我做給他看 我在開演唱會 證明一件事 你們怎樣弄都弄不死王傑 我還在這裡 所以這就是一個最好的報仇方式 做藝人是要以身作質的 不是要充滿暴力 不是今天在你面前 我是一個挺好形象的人 明天被我們的公溫 抓去吸毒之後 就變成一個死樣子 何必呢 是不是 我不會 所以經得起考驗 我就想用這種方法 告訴我的家人 告訴我的歌迷 和子女的關係 稍微改善 沒有 順其自然 其實現在已經無所謂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過我自己的日子 剛才你說 將來退休之後 可能你會把你的回憶 都放在一間屋裡 然後把屋留給你的子女 即是你人生之中 積累的所有財富 有沒有想過 將來都是交給子女 還是會有其他的處理方法 我不會把我的財富留給我的子女 因為我王傑也是由一元起家到今時今日 當然 可能我會留一個有雅傘頭 給他們就已經夠了 你說什麼大筆財產留給我 我不會做這些事 至於我的財產會留給什麼人 我現在未知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死那天 我要留給誰 但是在我死之前 或者我知道我即將要死之前 我一定會把這些事情交代清楚 因為我也不想 日後見到家族爭產 好像香港經常發生這些事情 很難看 很醜怪 除了你的家人 可否透露一下 你現在大概的感情狀況是怎樣 唉…這件事就要等緣份了 希望啦 希望上天快點給一個 我像一個… 我真的想要是喜歡我的 即是忍受到我的職業 以及忍受到我的性格 即是有時候我做起音樂來 或者我玩音樂的時候 我是不喜歡別人吵我的 但當然這件事我都會改 我以後都會學會 嘗試去尊重我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個 另外一半 應該如果再遇到的時候 我是不會拒絕的 大家都好奇一下 在感情之中的王傑又是怎樣 是一個很浪漫 還是一個有些偶鬥的人呢 第二個比較像 我很牛鬥的 浪漫我稱不上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不太懂得去哄女生 我有時 即是大家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我有時都很羨慕 香港很多藍藝人 為什麼你們可以整天 這麼多女朋友換來換去 那些傳媒都不會罵你 沒有人說你 我王傑只要有一個離婚 被人罵到全世界 好像不可以原諒 所以你不要說我不羨慕 有時我都很羨慕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 其實今時今日的王傑 對於婚姻和家庭的事情 依然都是有一種響望的呢 有 有誰不怕孤單寂寞的 誰人都怕的 尤其是每晚你睡覺的時候 你眼睛看著天花板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了 那種感覺 還有我個人很壞 我都很童真的 其實我房間的天花板上 其實都貼著了一種 晚上熄燈會 螢光的星星很多在那裡 所以我都怕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